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如果按照今天的預估量來看的話 上個禮拜漲 有量 所以來到了3000多億 也合理 跌下來只剩2500多億 表示說這個行情 第一它就是一個震盪 藉由這種上衝下襲來清洗福爾 當然也把主流給它逼出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特別留意到 就是說今天遊戲類股還是可以 畢竟它們也跌很深 你說它們反韓下也不為過 但是上禮拜我跟它提到 你說這些遊戲類股能夠得到市場多大的認同 它對指數的影響能夠有多大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真正影響大盤 現在為什麼漲不動的原因 還是在這一些比較大型的權重股上面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很重指數的投資朋友 你看大盤怎麼動 其實我真的建議你不要去碰權重股 什麼台積電 鴻海這一些 我不是說這些股票不好 因為它們真的是跟指數的連動是百分之百有關係的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你比較重視在個股的表現的話 你看像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到的 像你看就是像智源 你看你今天創破端的新高 最高來到234了 還有包括上個禮拜跟他分享的洪康 你看今天創下短線的新高 最高來到153了 還有包括525的台半 你看這都是上個禮拜跟他分享的 你看今天最高來到82 還有包括上個禮拜才跟他分享的 你看副頂今天最高來到112 當然還有其他的啦 包括像美其馬這一些 好 等一下再來聊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大盤大跌100多點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全部都是漲的 神奇吧 也許你會覺得說 做到是你買了這些股票 跟那個指數連動不關 因為都不是大型股 對 這就是重點 如果說今天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今天我要賭會過1萬8000 我一定帶台積電 大家懂我意思吧 因為既然認為台積 就是說如果大盤今天 有機會挑戰1萬8000點的話 那說真的不做台積電 還真的是太笨了 因為台積電一動 我跟你講指數1萬8很容易 就輕鬆就過去了 懂嗎 可是現階段來講我問你 我現在反應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時間點到了嗎 請問大盤已經有準備要供 1萬8000點的這個跡象了嗎 我這麼講還沒有 還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 最近的大盤 它缺什麼你們知道嗎 缺少一個落底的時間 簡單的講 它根本少了一個 拉回測試底部 價格量數的時間 你看到最近的大盤打回來 你看反而這邊還是爆大量 有沒有看到 就這裡 記不記得這一天 你看到那天11月4號 打下來反而還是爆大量 完全都沒有所謂的落底的情況 至少要像這裡一樣 你看這邊還打一個底部 這個才有辦法醞釀一個大行情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只能這麼說好了 大盤可以在這邊盤整 可以 我可以認同 它在預先這邊盤整 但是它在盤整的過程之中 這裡一定要打一個底部的量 然後讓整個指標修正完之後 比如說不用多了 也不一定要回到零走 反正這邊整個配合價 穩量數完之後 我相信這個時候 台積電只要踢一腳 我跟你講1萬8000就過了 大家懂了吧 只要過1萬8000 我相信我們去預設高點沒有意義 1萬8800 1萬8500 1萬9000有沒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大家去思考 當行情突破完之後 後面的主流是什麼才是重點 當然你可以說 老實說是最近這些不跌的股票 有沒有可能成為主流 也許 但是大家要知道真正影響到指數關鍵 還是在這些比較大型的群眾股 當然如果可以比照上一次大盤大漲的時候 比如說可以比照上一次大盤大漲 從15159這波大漲 電子加鋼鐵加航運三大類股一起漲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這一段的行情如果複製到後面來講的話 那當然1萬8000點它絕對不是高點的 反而1萬8000點會變支撐了 都有可能 那因為這個情形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覺得現階段來講 它就是一個震盪的格局 你也只能忍耐 所以你看 你看上個星期 道瓊指數是大跌500多點 對不對 我記得沒錯 大跌500多點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就是說 當你放個兩天假回來 當你看到整個道瓊指數大跌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兩天爆股票的人 他那個心情的坎坷肯定是不會太好的 不過我提醒大家 其實道瓊跌500點沒有什麼 譬如說現在指數3萬多點 3萬多點跌500點也不過才一趴不到而已 所以不用被那個指數的漲漲跌跌影響 我覺得最關鍵還是在於整個的形態跟結構 如果說現在的整個群球的股市跟形態的結構 已經不利於做多的話 就算他每天都只是盤在那邊 我跟你講結果也不會太好 而且你知道現在年底到了 你看我們先不講我們什麼利多的消息好了 我們講利空的消息就好了 升息 對不對 美國明年預計要升息3次 縮表 對不對 要開始回收市場的資金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有點在什麼 在壓制指數的一個什麼 幾下呢 如果美元在突然間大漲的話 我告訴你資金會得到美國 那你想嘛這些老外會不會賣股票 你看韓國的指數最近有沒有漲沒漲嘛 表示他們在提現了嘛 大家懂嗎 為什麼日本的指數也不漲 因為老外在提現了嘛 現在這只剩台灣還會漲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是很多國外回來的資金 現在要貨著個股市嘛 所以情況當然是不太一樣啦 但是不可否認的全球的股市來講 我們講亞洲來講的話 香港爛透啦 我不會去講 反正一直在跌啦 那個我就不去說了 反正你可以看得出來啦 全世界目前股市表現最好還是在台灣 這是用錢堆出來的結果 但是我這麼講好了 你每天看到美股跌你股票報得住嗎 我這麼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今天美股再跌個500點 你今天股票報得住嗎 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現在我要跟他講的就是說 報股票要報什麼股票 為什麼今天我的紅康它不跌 你告訴我 大盤現在大跌 130了 可是為什麼你看 我的紅康它不跌 為什麼我的台板它不跌 為什麼我的副頂它不跌 為什麼我跟他講過的美肌嘛 還有海漲 對不對 沒錯吧 這是我上個禮拜分享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股票有個特色 我不曉得它有沒有看出來 如果你看不出來沒關係 來 我跟你說 因為這些股票大部分都已經先進行拉回量縮整理了 這個就是重點 我一直跟他強調 舉凡所有的股票 你今天所看到的任何一檔它會成為標股 它絕對不是一天就養成的 它是需要時間的 而這些股票經過一段時間的價反量縮完之後 當然啦 你說大盤不好的時候為什麼它們會漲 因為它們已經先整理過了嘛 該清的符合清一清的 所以當大盤不好的時候 它們一反彈起來 很容易得到這個市場的聚焦嘛 當大家找不到股票買的時候 趕緊趕緊 買一下富嶺 買一下康普 買一下美其買這些股票 你看 宏康這股票就上去了 大家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你看喔 在節目上 我不曉得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啦 也許我今天一檔漲天買的股票都沒有 我今天都沒有 目前沒有啦 但是基本上我跟他分享的股票 這幾檔都漲了 都是漲的啊 然後我點名那些做空的股票都跌的啊 就是這麼神奇啊 那你要我說什麼 對不對 我點名的股票都跌啊 我說不要去買喔 你看 點名做空的跌啊 有沒有看到 沒錯吧 這是不是我之前看到提到的 不要賣吧 有沒有看到 別啊 為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多空 做多跟做空之間分寸拿捏啦 你一定要搞清楚什麼樣的股票能做多 什麼樣的股票不能做多 你就算不做空避開不買都沒有關係 你就閃過了 所以你看喔 不管是富嶺 或者是台辦 對不對 美其馬你看 是不是上個禮拜才跟他分享的 有沒有看到 康普 這幾檔股票 共通的特色是什麼 包括洪康 包括洪康你看 這幾檔股票的特色是什麼 可能你會覺得說哇 這好是高平那這麼多 不好意思 你要分等級啊 不是每個等級 每次股票都買了 我們有拆開的啦 比如說洪康給一般會員買 那每期買給誰買給誰買 這分得很清楚的啦 不可能一個等級 五檔股票都買嘛 拿那麼多錢對不對 而且都一百多塊的股票耶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於說這些股票 我已經提醒過大家了 他們都是經過拉回震盪真理這樣說的 你看這就是我講的 叫做補漲效應嘛 大家還聽不懂嗎 你看 康普你看 美其馬也是 台辦也是 富嶺也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 周老師為什麼今天不聊致緣 起這點罪啊 有什麼好聊的 而且我已經出清了 我已經跟他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出清了 但是我還是把它寫在測標上 讓你知道一下啦 不要說我沒拿錢 出清了的很簡單 畢竟漲多了嘛 對不對 你把它放大來看 你可能覺得它沒什麼 可是你這樣看你會覺得說 喔喔喔喔喔 喔 天花板了 好啦 那賣賣也好嘛 對不對 老瓜紅坦他不會散嘛 你們要追的人去追啦 反正我是已經出清了 我今天早上已經建議出清了 所以今天我要跟他聊的股票 的重點並不是在致緣 我跟你們聊的是什麼 為什麼在大盤大跌的時候 我看今天大盤大概跌個200點左右了 好 不意外了 那為什麼在今天大盤押回的過程之中 你看洪康會長 台辦會長 美其馬會長 康普會長 副領會長 我沒有叫你現在去買的意思 我沒有叫你們今天去買的意思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很多投資朋友就是這一點啊 輸在這一點 輸在哪一點 就是說他永遠搞不清楚 他買的股票的基期的高跟低 什麼叫基期 簡單的講就是低檔或高檔 還有盤整 如果你今天你要買的這張股票 他剛好還在盤整 我問你在盤整的時候可不可以買 可以 買少一點 比如說你預計要買一層的 可不可以先買個0.5層可不可以 可以嗎 因為他還在盤整 等他確定突破再加碼 那如果你確定這個股票在低檔 不會在破底 很重要 有些股票看起來現在打底 但是有可能會在破底 這個就是一個區 要懂得去分辨 就好比我當中跟他聊洪康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過 他也許不是會很飆的股票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你會發現到 你看我12月12號上禮拜跟他分享的時候 上禮拜大盤也還好嘛 對不對 沒沒大氣啊 對不對 一萬八也過不了啊 可是你看 當今天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到 這些股票的好在哪裡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選股的藝術 那你懂不懂 我不會說我很厲害什麼 我沒什麼好講的 我只是告訴他 這是一種選股的藝術 也可以說技巧 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說 為什麼現階段大盤 我已經很清楚知道大盤會拉回 你看我上禮拜是不是提醒大家 趁大盤有反彈的時候 有股票趕快賣賣 對不對 我是會提醒大家 你有股票的盡量賣 10張至少賣個5張吧 50張的至少賣個20張也好 那你看今天大盤跌下來就沒有關係 你就不見得到心情會那麼差了嘛 那當然如果你願意去買我跟大家分享的這一些 最具有補漲空間的股票 你看不管是紅康 不管是康普 都有個康 不管是美其馬 台辦 富頂 也許這5支股票今天 你現在來看其實他們並不是很強 我這麼講好了 他們並不是很強 真的啊 不會漲停板啊對不對 可以出來說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用 我講真的啦 對不對 我今天很想跟他聊做空的股票 我講真的 就不會漲停板有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拿出來只是丟臉而已啊 別的老師都在講出他有多少漲停板的股票 對不對 又沒有漲停板要幹嘛拿出來講 這不是重點啊 重點就是說當大盤在大跌的時候 我們的股票再漲啊 那種心情就是不一樣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我點名要空的股票再跌啊 你看 也不過跟漲跟跌之間的差別嘛 為什麼心情差那麼多 所以現在大家了解了吧 就說今天做股票喔 我覺得難不是難在說 今天你想要在股票市場裡面你得到什麼 我講真的 我一直跟他灌出一個觀念 你今天參加一個老師 不是看這個老師長得帥 不是看這個老師長得漂亮 不是看這個老師有多準 而是你能不能認同他的操作理念啊 如果你不能認同我告訴你 就算免費給你帶你也都不要參加了 我講真的啦 但是如果你可以認同他人 因為我跟你講再跪你都要去參加 這樣懂不懂 哪怕都不打折 你更應該要去參加 因為他有他的原則在 對不對 有的老師很有原則很堅持自己的原則的嘛 我們也要給他支持啊 所以大家在了解到就是說很多投資朋友看老師的節目 當然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為了看名牌 對不對 看我看什麼股票可以買 快點 炒菜 來來拚一下 最好都買 都完全都不要付出 看觀看節目 然後抄一抄這些股票就可以賺錢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就像把公司下面那個試吃一樣啊對不對 香腸烤得香香的切了好幾塊 然後拼命吃拼命吃我就不用買了 很多有這種人嘛 對不對 問題是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今天光靠試吃你會飽嗎 不會嘛 我不曉得他們去過家樂府嘛 他還會試吃那個水餃 水餃給你切一半 那個湯都流掉了何必吃咧 對不對 乾脆自己買一包回家吃算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今天上午的節目 就像我講我今天本來想跟他聊空的 因為今天畢竟是大跌的 其實今天聊一些漲的股票 其實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反正都我講過了 為什麼我今天想跟他聊做空的股票 因為我覺得行情還沒跌完 其實我上禮拜跟他提到 我說你手上一定要有些空單的股票 綁身 做保護 當行情下來的時候你還會心想說 我知道我有放空股票 我知道我有扛了什麼扛了什麼 懂嗎 這個就是一種避險的概念 比如說你一百萬的資金 當然你不可能一百萬去拿來做空 你後台拿個二三十萬也好 就可以避開掉今天大盤大跌 那如果你要去買到我講的這一些 又具有不漲的空間的股票 你看大盤樓一百四十幾點 對不對 我點名要買的股票漲 點名要空的股票跌 多空接影耶 我今天本來寫成多空接影 想說不要啦 這樣子有點太臭屁了 剛才寫成多空接型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論點 我今天在前面上跟他講多久了 為什麼 漲多的要去空他 跌生的要去接他 就是因為大盤還在震盪 就是因為大盤現階段的操作難度很高 你看你上個星期 興高采烈的去追股票的人 對不對 以為要上一萬八千點的人 你看今天全部吐回來了 但是我從上禮拜開始在賣股票 包括今天我也在賣股票 我剛剛說過了嘛 我把資源賣掉了 有些股票慢慢慢慢的 我要出清掉了 出清的原因當然 對行情我還是有所保留的啦 我並不會像有的人說 哇好像一副比例子要上一萬八千點 沒得過就不行 沒有時間還沒到沒那麼快了 沒那麼快了 就籌碼的角度來看的話 事實上大盤是真的還沒有到大漲的階段 我這麼講好了 這個我敢在節目上 我敢直接這樣講的 所以為什麼要有多單要有空單 原因就在這裡 大家懂了吧 好啦 等一下先回來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回來聊一下一些 做空的股票好了 好不好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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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 9 年來的一路同行 成通統顧的生日 就是感恩會員日 特別為您獻上最大的感恩入會禮 今天入會一日給您 18折 18折 就是18折 舒服專線 022752 5868 022752 5868 錯過本檔 機會不再 成通統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带出 成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好 还是一样 跟他提醒一下 大盘啊 这边还没有到价稳量数之前 记得它就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你要做多我不反对 事实上我自己也有多担 但是要买对股票 你看这个鸿康不错吧 对不对 五四二五的这个台办也不错吧 这都是在节目上公开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以前我会贴起来嘛 后来我想一想不用啦 这种行情算了 也不用遮遮掩掩掩啊 就让你们知道 接下来我看好什么股票 那有没有本事赚到 我跟你讲 师傅你进门嘛 休息你再个人啦 有本事赚你就赚 没有本事赚的话 那也没关系 那你可以休息 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行情不好的时候 休息并没有什么不对啊 因为你看不懂嘛 你对于多空的哪里 你哪里的不好的情况之下 说真的干脆休息也可以 对不对 多囤一点资金 等到整个行情趋势明朗之后呢 再一把hold进去 我跟你讲 说不定一把就全部回来了 这也可以 那如果你又不甘寂寞的 你又希望可以每天站上 或者是又可以做出短线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在短线的 这些强势股跟弱势股 你要分清楚 有的是只能拿来做空 你不要傻傻去买它 那要做多的股票 那就按照我所跟他讲的 去买这些有补涨空间的 也许赚的不多 但是我认为 他还是基本上 还是有利可图的啦 那为什么要跟他聊一些 做空的股票 最主要还是 我要提醒大家 有些股票他的确 已经不适合做多了 像汉蕾 你看到这 这我已经点名很久的 冯高建宏就是空 冯高建宏就是空 我现在空到还没有全部回补完 我就看他准备跌到哪里去 反正你现在已经连季线都跌破 有什么好怕的 这股票肯定还没跌完的 杨明光也是 你看那两只长得像不像 有新兄弟弟吗 你来看 对不对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股价不一样高低而已 你们自己看 均线盖头反压 高档一堆黑K线 指标也是全部都转空了 你说这股票能买吗 8054安股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么明显的一个头部 对不对 那你说高档要加上 他爆大量 你说中股票 我真的不太相信 他能涨到哪里去 我讲真的 微星也是 你看 这个微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看这么多的 十字星K线 果然这个名字 跟这个K线形态 真的蛮符合的 大家知道 虽然看起来不像个头部 可是这已经很明显的 是涨不动的迹象了 还有刚刚他聊到的经验 也是一样 有没有看到 这个形态就跟安国是很类似的 是很类似的 这个都是已经面临到拉合的压力 而且你看 这个指标来讲 完全都没有指标 缩脚的迹象 筹码还这么乱 这个我跟大家讲 这个肯定到那边跌完了 包括这个深刻也是一样 这么明显的M头 还让我讲 你说这种股票你去做多 他你上一半去追他的人 今天肯定消不出来了 还有包括加金 也许矽金源现在还是一个议题 但是不好意思 这么明显的头部 他也拉回修正的压力 筹码也不是说非常的稳定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就是说现阶段 做多跟做空的技术 他应该这么讲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说你也可以找得到 可以买的股票 可以 那当然相对的 有些股票已经有问题的 但就像我讲的 你就算你不去放空它 你不去做空它 那你也不要去买它 你只要把这些不该买的 跟可以买的把它区隔清楚 今天大盘大跌140几点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大家懂我意思吧 可是就是有的人这个分寸 他拿捏得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说如果你对于这种多空的拿捏 该做多该做空 你实在是分不清楚的话 那也没关系 跟上做老师的脚步 我相信什么股票可以买 什么股票不可以买 节目上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看一下宏康台办的一些 虽然他们也没有涨停板 但是你看 这些股票在今天大盘弱势的情况之下 反而凸显出它的价值 我顶名那些不要去买的股票 反而可以做空的股票 你看今天是不是全部都下来 所以这种多空的分出拿捏之间 如果你质问你自己拿捏不好的话 来好好把握这一次千斩难逢的机会 好不好 感谢大家的一路相挺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都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当然最近很多这两天 也蛮多人加入粉丝团问我股票的 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 你实在不知道该问谁的话 想听听看我的意见 做老师也非常欢迎 你可以扫码加入做老师粉丝团 然后进行个线上的咨询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线上的专线 今天上的节目就先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节目最后有预助所有的投资朋友 我是阿德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均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一八折一八折就是一八折 舒服专线022752 5868 022752 5868 出口本档机会不再 成都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经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经一定贷出 成都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成都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